首先我們來看這個王毅跟蘇利文兩個人 在泰國會晤 最後呢 這個中國外交部官網說是坦誠實質 富有成果的戰略溝通 白宮方面也說是坦誠實質性 還有建設性的討論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蘇利文有 特別提到了 你也很清楚要公開談論這類的議題裡面 布滿了地雷 好這個部分指的就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另外呢 央視軍事發布了影片 在福建省東部海岸的某個區域 解放軍的導彈發射車 正在進行對海攻擊訓練演習 好換句話說 當然這個兩岸關係的部分 我來問一下介大使 對 這個事實上蘇利文講的話也是也是也是 也是實話了 因為國際關係 真正他背後的這個 這個驅動的動力啊 還是國家的實力 對 美國事實上稱霸世界一段時間了 尤其冷戰以後他是獨強 可是在這個過去這個30年以後 冷戰結束以後 中國大陸是先是富了起來 接著他現在就強了起來 強了起來就是強在哪裡 強在軍事能力 那光這個艦艇軍事艦艇來講 美國不到300艘 現在中國大陸有400艘 所以就是說 中國大陸又不是在全球部署海軍實力 所以就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 這個整個 整個這個軍事實力 美國已經備受壓力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國過去 他希望能夠藉著經濟 跟中國大陸合作 來和平轉移中國大陸 可是現在呢就變成怎麼樣 就是說 中國大陸走出了自己的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國家自信 那也沒有接受美國這一套 這一套制度 相反的美國縣制度 就像德州事件來講 他就走入一個憲政的僵局 同樣的制度 現在美國走的是問題匆匆 那中國大陸 不管別的怎麼講 就是說 他說最近我看有一個在 在美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做了二三十年 一個一個蘇格蘭人 他說 他說他說他說 他住的城市有一千多萬人 可是呢 他在蘇格蘭的家鄉 只有不只有十幾萬人 他說一千多萬人城市的犯罪率 還有的安全度 居然高過那十幾萬人的城市 就是說這個就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就是說美國真的 他想要改變中國 問題就是說 變成美國的話 那中國不是現在也是滿地什麼 無家可歸的人 然後呢 城市裡面 到處什麼 這個好 零元購 到處進商店裡就搶 那他要改變中國 要改變什麼呢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反而變成怎麼講 不管是這個 這種新的這種 新的產品 新的商業模式 電商啊什麼 都超越美國了 所以現在事實上 我覺得蘇勒文 他今天講了一個 這些東西真的是大事化了 美國現在也發覺 即使要對中國大陸進行小院高強的 這種經濟制裁 都面臨很大的困境 他的盟邦都不配合啊 你說他要這個叫 叫這個荷蘭 禁賣中國大陸的那個光刻機 荷蘭抱怨的不得了啊 而且他 荷蘭也明確的跟美國講說 你現在不賣 過幾年中國大陸就只有做出來了 這就是美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我們過去對大陸的認知 事實上是應該要改變 尤其像這種有強烈的台獨意識形態 他事實上的話 他把一切放在美國 靠美國人搞台獨啊 靠美國人在台灣稱王稱霸 這個路子走不了幾年了 走不了幾年了 總是要面臨一個 要面對一個 一個新的強大 而且怎麼樣 他這個很有自信的中國 那台灣現在這個方面是沒有準備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說 在美國現在越來越深陷 各種的這種危機 他無力無力 無力面對的 你像烏克蘭的戰爭啊 美國現在內部也吵得一塌糊塗 然後呢 你看巴以戰爭啊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戰爭啊 美國也怎麼樣 現在裡面 那美國自己內部選舉選成這個樣子 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說我們台灣還是有一群政治人物 還說 我們就是堅決跟著美國人走 你走到哪裡啊 走到跟德州一樣啊 對不對 那要走要想辦法 什麼是最好適合中國 這台灣人的最好的一條道路 面臨一個美國現在越來越怎麼樣 左之右處 自己都找不到自己方向的一個國家 然後面臨一個 在軍事上經濟上國際影響力 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大陸 台灣還要走那個幾十年前 有些人就確定那個僵化的意識形態的道路嗎 那是對台灣有利的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 我們要頭腦靈活 然後像美國的這個蘇勒文 你說他不行不行 他還是有反省的能力 他敢去面對這個現實 我們現在台灣很多人 連現實什麼都不知道 更搞不清楚什麼 什麼叫面對現實 這樣我們會過好日子嗎 我們會遠離各種災難不會的 所以呢我是覺得就是說 他這句話的話就是 我們 雖然是不是講給台灣人聽的 台灣人要聽得懂這些話的意義 好接下來幾個問題 我一并來請教立將軍 包含中非之間 在南海上的爭議 這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他有特別提到 以防在南海發生不測事件 這個地方呢大家就覺得說 不得了他所指的是什麼意思 另外呢有人說這個菲律賓現在 是不是要打腫臉充胖子啊 因為這個小馬可氏 批准了該國軍隊現代化 第三計畫 第三階段的計畫 要購買這個潛艇 好另外呢還要來關心的是 中國速度的部分呢 大陸第九艘055即將下水了 好當然大陸自媒體的分機是 美國的海軍現在已經徹底 追不上中國海軍了 我想我先從這個055 來做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今天比較深入一點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055強在什麼地方 他第九艘有人期待有沒有電磁炮 那事實上後來發現好像沒有 還是傳統的這個13洞口徑的箭炮 那事實上他不需要電磁炮 我個人認為因為電磁炮 你打出來還是炮彈 只是他沒有不是用藥包 把這個炮彈彈頭推出去 他用的是電磁的方式 那我覺得現在第九艘055 就是055所有055系列 他強在哪裡呢 他除了說他有122座的垂發系統 我覺得一般來我們要知道 說一種武器來講 我覺得重要的是你要看得到敵人 對不對 知道敵人在哪裡 但他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他的雷達勝利 我今天特別要跟各位介紹什麼叫做 相控正位雷達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這個圖 這是兩滴水滴 滴到水面上面 你就會產生波紋 那雷達也是這種道理 就是會產生波紋 那波紋如果說同時滴兩滴的話 他在中間那邊他就會形成一種 互相的一種干擾 互相抵消掉或幹什麼 就會有一種干擾 那相位是什麼呢 相位就像這樣子 如果說是我有兩個 我有兩個這個雷達波打出去來講的話 如果不同時間打出去來講的話 它就會產生這個波紋來講 它就會有誤差 這種誤差就是所謂的相位移動 我們所謂的正控相位雷達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第三張圖 如果說我有很多個這種雷達波 雷達電子元件 打出去這個波來講的話 然後從不同時間打出去 我們就會看到 它不同時間打出去 因為這個波紋的不同的時間 產生彼此的這種波紋症狀 由這種計算來 經過電子大量的計算以後 我們就可以推出出來 我們要徵收的目標 遞跡在什麼位置 這叫做什麼 這叫項控正列為雷達 那美軍有沒有這種雷達 有 但是它的康乃迪克羅多加 這種巡洋艦 它用的是無緣相控 那這個055用的是有緣正控 有緣正控跟無緣相控 差別在哪裡 無緣就像什麼 就是我拿望遠鏡去看而已 我要看到敵人傳出現以後 我才可以看得到它 我不會主動發射一個信號去找它 那有緣正控就是 我會主動發射一個信號 去找到敵人傳在什麼地方 這叫有緣正控 就是我會主動 然後這個美軍來講 它軍艦上面的雷達系統 它因為比較老舊 所以它還是無緣 它不會主動去尋求敵人 那我覺得055它強強在這邊 那這種雷達有什麼好處 我們一般傳統雷達來講 就是跟望遠鏡一樣 你要看遠的話 你望遠鏡一定要做得很大 你才看得遠 但你那麼大雷達 做這麼大來講的話 你就影響到船隻的艦載 還有它的電子機械的 一種運作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很小的雷達 但是它可以看到 四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所以就要用這種 項控正衛雷達 這就是項控正衛雷達 它主要的目的在這個地方 那除了看到之外 我還能夠鎖定它 這就很厲害了 就是我還能夠鎖定這個目標 同時看很多目標 同時鎖定它 那鎖定之後 我就可以發射我的飛彈 去攻擊這個目標 那我們再來看 菲律賓現在來講 它要買這個潛艦 我覺得是四人說夢話了 我直接做一個結論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想說我以三種球 來代表陸海空三軍 陸軍喜歡打的是橄欄球 陸軍喜歡 陸軍喜歡最有名的是橄欄球 跟台大每年在那邊 這個大戰盃的時候 拼著你死我活的 為什麼代表說勇猛 勇往直前的精神 那空軍打的是什麼呢 空軍打的是籃球 就講究個人表現 我們不管看 美國的NBA籃球賽 我們經常會有明星球員出現 他講求個人表現 我戰鬥機在天空上面 我做戰 我講求個人的一種表現 突出的能力 那海軍是什麼球來代表 海軍是足球 你看他不會講究說一個 團隊 個人的表現 他講究是一個團隊的精神 那你光是說 潛艦有什麼用 就像是你有 梅西沒有用 你光有梅西 其他球員沒辦法跟你配合 他們不會把球傳給你 或是手名員很差很爛 來講的話 你一樣 你雖然說功率在強 你可以進球很多 你的手名員很爛 你一球都擋不住 那你是不是也是敗 所以足球就像是海軍 那潛艦就像是其中一個隊員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隊員 來跟你配合 不管是手名員 或其他前鋒後衛 來跟你配合 來講的話 你這場比賽下來 你還是會失敗 那菲律賓現在來講 你光買潛艦 你所有水面的戰艦 對不對 空中的飛機 或地面的預警系統 什麼都沒有狀況之下 尤其是你沒有整套系統 我們知道海底是 潛艦在水裡面 不是在海裡面開船 你是看不到 你必須要靠聲紋 這個陰波來定位你自己船 來了解海底的地形 所以為什麼說 美軍現在三不五時到南海 來做一個偵測探測 他就查海底的地形 那前陣美國有一艘潛艦 不是觸礁撞到了嗎 他就是不了解 南海地形的觸礁撞到以後 撞壞 回去修到現在還沒有修好 所以我們知道潛艦作戰 沒有我們想像中 這麼容易的事 第二天 有些人 人集備 他就是 物質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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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在海外 人生 人物質餘